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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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著光頭扭承者走出家門 這一步好沉重 要我拿去答案先發 編隊追問 他是簡單回答一句 但是臉上不時透出不笑 好不容易坐上車 沒想到還有一場印象 等著他 來,站起來 開始坐好 我來我等我坐一下 等一下 對不起,會不會我們時間 我們先到分局好不好 謝謝 不好意思,小心 一下車就差點摔倒 扭承者派出助力呼駕 他的手還不斷摸著記者的手 似乎想要對方別再問 只是看到分局門口的大陣仗 他嚇到鬆了鬆肩 進分局不到一百公尺的距離 扭承者全部難心 他先是手揮了揮 希望大家給他一條路 實在動不了 他不時皺著眉 看看我們的姿勢好嗎 不好意思 好,可惜 可惜 掉了 甚至有攝影機的零件被撞掉 有成者還想蹲下去 幫忙撿起來 派人牆中不時抿嘴唇 有時候還苦照搖頭 鋼琳的光頭被鏡頭給敲到 他臉上露出痛苦生情 我聽好 達人有什麼話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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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擔心要被敲到頭 扭承者後來都爽走护著頭 好不容易擠進了大安分局 接受偵訊 短短的距離走了至少三分鐘 不過在扭承者的心中 這段時間恐怕很漫長 三日新聞王佳涵 許趙偉 林宗憲 SN小組 台報道 台報道 因為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現在我只能說 我會盡全力配合調查 進來調查的結果 並且相信 期待 這會是一場公正的審判 但其實在司法之外 有一場公審已經在進行了 我已經被判處死刑了 我已經被判處死刑了 柳承澤已經死了 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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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來